第八屆媽大獎非紀錄片首獎以光影呈現阿美族神話阿里嘎蓋巨人的故事 在頒獎典禮後立刻爆抄襲爭議 但事實上這部作品涉及的是劇本使用的方式 侵害的是原著作的主作權 在這個案例上 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個學生如果黃先生如果他想要使用這個劇本的話 他必須要了解說 老師給他的授權是到哪裡 好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因為我們那個原作者 就是他有一個很重要的權利就是姓名的表示權 所以其實如果想要這個黃先生他要使用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注意怎麼把原作者的名字正確地表示出來 而律師也提醒 即使是有授權 也務必要將原創作者創作的理念表達清楚 另外狡詐的巨人這部作品主題是原著民族的神話故事 而原名的神話故事是可以登記為原著民族傳統智慧創作專用權的對象 如果未來族人將神話故事登記傳之權的話 未來有人想要使用這個神話故事就得向族人申請專用權 將來如果說有這樣子的一個就是神話故事想要去做一個在線 那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我們一方面可以就是傳之的授權 那授權出來製作成一個那個就是說動畫或者是說這個光影戲之後 那也可以回頭授權給主人來使用 就變成是交互授權的方式 那這個可以就是說創造一個雙贏的結果 律師表示主辦單位站在監督的立場 基本上需要盡可能地了解參賽作品是不是參賽者的原創 若不是務必要請參賽者將授權情形說明清楚 或是請參賽者保證已經得到援助的授權 由於當代影音創作媒材越來越廣 針對創作故事的原型以及著作權授權的部分 更是務必要再三注意 以免侵權事件的發生 有些新聞咱們的許家榮台北市採訪報導